台湾防疫成效获得世界肯定 中华邮政方面特别发行防疫邮票 更制作影片感谢这群防疫英雄 18套邮票里面呢 比较特别的有我们南投县 屏东县宝岛工程邮票 以及我们第15届总统副总统就职纪念邮票 还有前一阵子未为话题的旋日邮票 那么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我们为了对抗新冠肺炎所发行的防疫邮票 那么在这个防疫邮票的内页里面呢 还会有QR Code 提供民众连接到我们这个防疫邮票 他的一个宣传的小影片里面 包含防疫还有总统副总统就职 及速花改全线通车等 109年邮票车内容比往年更加丰富 并有纪念价值 加上今年发行量缩减 以基隆地区来说就少了1000份 因此也吸引许多邮迷在发行第一天就前来抢购 当然值得收藏 因为今年 去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多了一套防疫的邮票 这套邮票应该是蛮特别的 全年的发售量是17万册 那么基隆邮局分道的部分是3790册 那数量呢去年都少了相当多 也造成了我们民众呢 他的一个购买热潮 除了去年发行的十多种邮票 109年基隆册还包含了牛年纪念邮票 及小全章 更有基隆邮局发行的赫水版进步邮票 并加送红包袋及提袋等 要让邮迷喜气洋洋的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